宁峰之早就知道奥斯卡的答案 之所以整出这一场戏 目的很简单 演完这一场戏之后 再给奥斯卡和自己门槛下 同意奥斯卡和宁蓉蓉的婚事 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首先把奥斯卡拉到自己这边 同时让唐三对其心生感激 这样一来 唐三也得帮衬自己这边了 这个年纪60的老伯爷 可谓是心机重重 这场戏做完 唐三即使不加入七宝琉璃宗 作为七宝琉璃宗的铁杆盟友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最后宁峰之说 这是他最想要的答案了 如果说奥斯卡选择宁蓉蓉 放弃唐三 那么唐三跟奥斯卡关系 肯定会出现隔阂 虽然宁宗主当时把奥斯卡 给拉到自己阵营 但是史莱克七怪只有他一个 而且是一个史无西魂师 对于宗门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他要让奥斯卡和宁蓉蓉 都加入唐门 因为只要这样 不仅仅是唐三 整个史莱克七怪 甚至整个唐门 其实已经和七宝流离宗 拧成一股绳子 所以小编觉得 整个陡落大陆最聪明的人 其实不是唐三 也不是大师 而是这个将全数完转到 有人有余的心机boy 拧风至老